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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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法有善心大德 非常高興能夠在依然 在這裡吉祥的一個緣起 就是跟佛法跟佛陀諸佛菩薩 能夠相聚在這麼美麗的一個地方 我想這是人生中的上品的境界 在此先祝福大家吉祥留意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特別我們義工同修 最近為了籌辦 我們宜蘭的普賢佛學會 開光安坐的法會 大家都很辛苦 睡也沒睡好 吃也沒吃好 在此也為你們的發心向理之意 希望諸佛菩薩能夠賜予特別加持 今天講題叫做 揭開生死輪迴的秘密 在訂這個講題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的訂講題的人跟我說 宜蘭的鄉親法友 上一回聽過五福臨門幸福人生的講座了 現在應該聽更契入佛法浩瀚大海的珍貴法教 所以他訂了一個跟修行 還有跟我們人生在世 這個生死相關的一個嚴肅的題目 你這個題目呢很大 生死輪迴 它不是只有這一次 我們在座每一位 包括我自己 我們都生死輪迴 已經百次千次了 只是自己忘記了而已 只是眼前的圓境 讓我們太執著太投入 我們忘記了過去生生死死的那些歷程 還有只是這一世大家太忙 太多讓你分心的事情 沒有辦法用正確的方法 來域起這些生生死死的過去事 來歸納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和生命 最重要的意義價值為何 原因在這裡 首先我想跟大家講 每一個人都想得到幸福快樂 這是毋庸置疑的 就算我們的死對頭 常常吵架 或者是有過過節仇怨的人 我們恨不得 他趕快離開這個世界最好的人 像這樣的人 你靜下來想一想 連他都需求安樂 所以眾生本質上是平等 大家都要幸福快樂 每一個人都不希望自己遭遇痛苦 也不希望心裡充滿了很多的煩惱 沒辦法解決 但是所有的快樂 有快樂的前因 痛苦當然也有它的成因 我們必須先弄清楚 現在我們生存的這個地方 是在地球上 但是在整個宇宙虛空法界 佛教的宇宙觀 它分成六個境界 它分成天道 阿修羅道 人道 地獄道 惡鬼道 畜生道 這是所謂的六道輪迴 也就是我們的生命 生生死死它是一定有輪迴的 你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不要再默示或者忙其他的事情 去轉移焦點 因為你會來不及處理 生死輪迴的事情 人生太短了 只有幾十年 那很多人呢 還不是很相信 這個世界真的有前世今生 生死輪迴嗎 有太多的例證來證明 生死輪迴它是真實存在的 一個美軍的飛行員 他有一個真實生死輪迴的故事 在美國的路易安那州 一對夫妻 根據他們的兒子的經歷 出版一本書 叫《靈魂轉生》 這本書裡面是在講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飛行員的前世今生 他受到很多的媒體關注 為什麼 他內容有太多的實證 這書中大義呢 他講1945年 有一位名叫詹姆斯·休斯頓的 美國飛行員 在太平洋上面 執行任務的時候 不幸最急身亡 1999年 一個叫詹姆斯·萊林杰的男孩 誕生在美國路易安那州 他有大量驚人的事實 讓人家不得不相信 這個男孩啊 前世就是那一位二戰飛行員 詹姆斯很小的時候啊 他都對飛機特別有興趣 兩歲的時候就做噩夢 做噩夢的時候啊 又踢又叫 夢境中常常喊 飛機著火 飛機著火 我逃不出去 一邊踢一邊抓 好像要爬出駕駛艙的這個動作 你看兩歲的時候 我們兩歲的時候 可能整天常常都在昏睡啊 在起初他的母親也半信半疑 因為他的兒子詹姆斯從小 他只看過小孩的動畫片 沒有接觸過任何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信息 他的母親跟丈夫在家裡 也不看二戰的影片 也沒有在詹姆斯面前 談過二戰的相關歷史 詹姆斯三歲的時候 他走到一台飛機旁邊 他有板有眼的像一個飛行員 在對飛機 做這個飛行前的例行檢查 這個動作都像是 受過訓練的動作 讓人非常的驚訝 還有一次他母親 買了一架玩具飛機 送給詹姆斯 跟他說這個飛機 下方肌腹的部位啊 有一個像炸彈一樣的東西 詹姆斯立刻糾正她母親 那不是炸彈 那是副油箱 她母親相當震撼 她母親根本不知道 飛機那個地方 像炸彈的東西叫做副油箱 也從來沒有講過這樣的名詞 詹姆斯的父母說 到兩到四歲的時候 詹姆斯常常在寢世昏睡的時候 敘述他前世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 那是巨細迷移 讓人起雞皮疙瘩 好像森林奇境一樣 他父母非常的吃驚 有一次詹姆斯告訴他們 他的飛機是被日本人打下來的 然後墜毀了 他當時飛的是海盜式戰鬥機 還很神氣跟他父母說 你們知道嗎 這個海盜式的戰鬥機 有一個毛病 就是很容易爆胎 在網路上還有很多書籍都查得到 確實這一型的戰鬥機 他有常常爆胎的毛病 詹姆斯還告訴他父親 他飛機起這樣的航空母艦 叫納托馬號 當時跟他一起執行任務的飛行員 叫捷克 經過查證 卻有其人 這個捷克啊 現在還很健康地活在阿肯色州 納托馬號也確實存在 所以像這樣的真實力證 無論是在東方 在西方 有信仰的 沒有信仰的 它都層出不窮地 發生在世界每一個角落 這也許是上天的冥冥之中安排 讓這些此起彼落的例證 要來提醒每一個人 你是不是也該關注自己的前世今生 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 生死輪迴如何解脫的問題呢 因為在六道輪迴中 有很多無可奈何不必要的生生死死疲勞至極 我們怎麼樣才可以停止這樣 勇無休止的輪迴鬧劇呢 佛陀的十大弟子 有一位嘉瞻言尊哲 他講過一個例子 他看到一個女人 在啃一條魚 烤熟的魚 啃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魚的香味啊 吸引到旁邊一隻母狗跑過來 等著看有沒有魚骨頭可以吃 這個女人一邊啃魚 一邊抱著自己的小孩 後來覺得那隻母狗很煩 一腳就把牠踹開了 嘉瞻言尊哲他有神通啊 他一看就知道 就講了一個寄送 他說 口食腹肉打其母 懷抱殺己之冤仇 這個女人吃的那條魚 是他父親投胎的 因為沒有修行 投胎做一條魚 緣分跟女兒很近 所以被女兒吃到 跑過來那隻母狗 是他的母親 是這個女人的母親 跟女兒呢 有冤結 就是他們平時處不好 他死了以後 投胎做狗 看到他也沒有好印象 一腳把牠踢開 連魚骨頭也不給牠吃 那這個女人 她懷抱裡抱著那個小孩呢 是她的仇人 現在要讓她來還債 所以投胎當她的小孩 所以她最親愛 最寵溺 最照顾的是她自己的仇人 這個叫做口食腹肉打其母 懷抱殺己之冤仇 像這樣的事情 也都此起彼落 發生在我們周圍 我們自己的人生中 也有很多 因為不瞭解 三世英國 三世就是過去 現在未來 這叫三世 又稱三季啊 像這些輪迴的真相 你不瞭解 你既然不瞭解 你也不懂得怎麼樣去 脫離這樣的輪迴 這種輪迴的鬧劇 把它停下來的方法 你不知道 怎麼樣停止這些 生生死死死痛苦不斷 在這些生命中的鬧劇 唯有一個方法 你就是要親近佛法 甚至受持佛法 歸近佛法 然後藉著佛法 開悟 開悟是什麼 你自己開啟自己本覺的智慧 了知生死輪迴的道理 你才會真正從裡面脫離出來 甚至你可以自主 我到底要輪迴 我到底是不是該停止輪迴 現在有這樣自主權的人很少 但是經過佛法的修持 就會有 修持佛法乃至於無上的密法 佛法裡面有密宗啊 你會得到佛的加持 如果你有真心 修出真實的德行時機 你會有許許多多 還沒有修成以前 就有大大小小的感應 告訴你這一條路 你走得對或錯 在佛教的大藏經中啊 有一部叫做大日經 也有第二部叫做金剛鼎經 這都是代表密宗的經典 與這兩部經齊名的 同稱為密教三部大經的 叫蘇西地經 他有講到 若少饥渴 若從病癒 若發聖慧 若爭威光 廣大堅固 若得善夢 常夢時事 若於念誦 倍增歡喜 若少疲乏 身相豐富 樂修功德 敬重本尊 視為持送相應之相 也就是說 你接近佛法 修持佛法 你會得到這十種相 它馬上就會顯現出來 我講第一個 若少饥渴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的生活所需 本來是貧瘠不足的 很多人表面看起來是很光鮮 其實他到處缺錢的 他沒有辦法打理好自己生活 他也沒有辦法照顧周遭 自己至親所愛的人 所以他生滿滿的 經濟上的困擾 但是你受持佛法以後 這些困擾 他會慢慢的圓融起來 我們曾經有一位同修啊 他要供奉一尊密宗的大護法 叫六壁大黑天 我們在宜蘭普玄 普玄佛學會護法殿的中尊 就是供奉這一尊 這一尊大護法 大財神啊 那我們的義工菩薩呢 開車要給他一個同修送過去 在車上就播一個新疆的民謠 這個歌聲呢 是一位藏族女歌手唱的 這個歌聲啊 就很清亮 圓潤高昂 十分好聽 忽然呢 這個大護法啊 就是顯聖 出妙音 我們講出妙音是恭敬的講法 就是他講話了 大護法的像突然出聲音 他說我在三百年前 忠義為國 在一次戰爭中捐躯上升天界 成為天神 後來蒙玉皇大帝啊 指派為佛門的護法 我們這些地方的神奇啊 護法啊 或者哪個寺廟的佛菩薩 他都是要有修有功德 他才能去上任的 首先他被派在哲蚌寺 擔任此事的大黑天護法神 然後這個聲音繼續講 前後有十三位有緣的住持 他供奉我 我都盡力地保佑他 還有他的寺院 之良豐足 大家可以安心修行 老少平安 今天你要送我去的這位 善性家裡啊 他是我要保佑的 第十四位的原重 這一次我的任務 是要保佑他家的災節 得到化解 大家快要有事情了 但是有善緣的大護法 要去保佑他 並且我要保佑他獲得 富足有餘的生活 他跟他說 你現在播的這個CD啊 是我們新疆的民謠 已經好幾百年的歷史了 歌詞的內容 說人生苦短 無常 大家要盡量放下五欲 歸境三寶 弘扬佛法 後來呢 我們這義工菩薩 把這尊大黑天送給那位同修 供奉以後 因為他經歷這個事情 類似靈異事件 他就暗中去觀察這家人 果然如同大護法所說 他的公司啊 非常的穩定 營運蒸蒸日上 獲利頗豐 另外呢 經過人家介紹投資啊 人家投資很多都沒有成功啊 人家這個給人家介紹投資 他大賺錢 真如大護法所言 真實不虚 所以我們如果要修學佛法 為什麼在密宗會修護法 護法就是讓我們人生 或者我們修行道路上的障礙 可以遣除 讓我們達到修行的目的 或者人生的更高的境界 這是相當重要 第二 若從病遇 若從病遇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身體健康 很少生病 就算生病了 你也可以因為接近佛法 延年益壽 疾病得到痊癒 就是你會過這個病關啊 我們台中有一位林老師 她是物理老師 她的太太在台中某高中啊 教英文 兩個人都是碩士 一個是英文碩士 一個是理論物理碩士 出生呢 這個林太太出生是高雄的望族 兄弟姐妹 堂兄弟姐妹 叔伯姑舊 學歷都很高 又任職民意代表 在外商公司啊 當老闆 又有這個 兄弟姐妹又做校長 很多都做老師 也就是家道很興旺 那那個林太太自己的丈夫啊 她在台中教物理 也有一個高中明星學校 家庭是很圓滿和樂的 那這個丈夫在學校 教物理的時候啊 很會賺錢 自己啊又兼家教 又在補習班教課 以一個高中老師來講啊 她算賺很多 一個月她可以賺差不多五十萬 被稱為金牌物理老師啊 金牌賺錢 但是呢 越有殷勤緣缺啊 仍有代息或福啊 這個林太太四十一歲那一年 一直覺得自己胸部長了乳癌 為什麼 因為她的媽媽還有祖母 都在四十出頭歲死於乳癌 像這一種 我們在這個病理學 就稱為這個家族性遺傳的疾病 為什麼你們家族會有這種遺傳疾病 那叫家族共業 這個家族過去有一個共同的業力 或者叫做家業 簡稱的 那她就是自己啊 觸診發現她的乳房啊 有一個米粒納的硬塊 小小的 這很奇怪喔 她自己觸診有 她叫她的兒子 她的小朋友說 你來看媽媽 這邊有沒有硬塊 她的家人沒有 她自己摸油 就覺得很玄 丈夫十分關心啊 那時候我們台中同修也很關心 帶她到台中三家醫院檢查 去了中山 中國醫藥學院 去了榮總 那個醫生跟她說 你沒有癌症 你絕對不是乳癌 沒有這個問題 三家都這麼講 最後她自己到台中 台北榮總做檢查 醫生診斷一樣 你沒有得到乳癌 可是她要穿上衣服的時候 也許是菩薩加持 她靈光一現 覺得說 自己再觸診一下 有一個小小的硬塊 她就跟醫師講 我這裡真的有一個硬塊 醫生給她診斷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她要求醫師 請你幫我開刀 醫師很奇怪 很多患者真的需要開刀 我們通知她日期 她就一拖再拖 跑都來不及 你竟然主動一直叫我幫你開刀 開刀的時候 一開 台北榮總的開刀房 她會接現場的轉播 到外面的電視屏幕 她的先生和兒子 看外面電視的手術實況 後來她先生 林老師說 她的下巴差點掉下來 一開已經是乳癌末期 而且她已經擴散到旁邊的淋巴 當場乳癌切除 把淋巴也都摘除了 已經是第四期的癌症末期 那已經這麼嚴重了 為什麼你促診 還有很多的檢查核磁共振 電腦斷層 X光片都照 為什麼都查不出來 那是她後來來學佛才知道 這有的是因果病 約清再主要你治病的時候 它前面會讓你查不出來 會讓你很忙 讓你分心 讓你猝不及防 一下要你命 她才回頭去想 她家裡40初頭歲 有乳癌 她的外婆她的母親是乳癌 還有她的這些親人 都是40歲 41歲 39歲 都是40歲上下 一直死死到她第七個人 她就覺得大事不妙 她今年41歲 所以你說這個家族有家業 有沒有很可怕 要不要去好好去處理它 有的人就講說 個人做事 個人造業 個人淡 可是你聽過禍言子孫嗎 你如果造的業重了 它會拖累你的家人 還有你的後代 所以 這個 從 這個 開刀以後 全家開始進入 與癌細胞對抗的日子 只要稍微有名望的醫師 氣功師 健康講座 他通通去參加 先生也很照顧老婆 為了幫她的癌症治好 怕她再發 在樓梯家裡 種了12盤的小麥草 小麥草喝了有人不喜歡那個味道 所以會抗癌 林老師是一個好老公 每天陪他太太喝 說我陪你喝一杯 我們一起喝 實在有的味道不能接受 後來我們有人問他 林老師你們喝小麥草 每天自己種小麥草 感覺怎麼樣 他說說實在 沒什麼感覺 就是喝了心好像比較安 但是也不覺得好到哪裡去 後來是林老師 他在學校的同事 剛好是我們到場的師秀 就勸他學佛 你就說 有一些病啊 一般治不好的病 在佛門用佛法 他可以化解 甚至可以完全康復 所以林老師帶著他太太小孩 從那時候開始了 皈依佛門 有空就到道場去幫忙 做義工 他太太去幫忙撿菜 洗水果 備辦很多的法會 那也是很快樂 就這樣 就這樣 林太太的壽命呢 奇蹟似的 這癌細胞就完全消失了 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林太太常常講啊 苦讀十多年 讀到大學畢業 讀研究所 只要一張檢驗報告 癌症末期 全家的幸福就沒了 從那一天開始 他們家小孩都跟媽媽睡 因為就很害怕 媽媽好像要走了 那種感覺 那林太太談及這個往事還說 我當初在醫院治療的時候 總共有二十八位癌友 他們接受放療化療 至今無醫在世 我們林老師到現在 都很健康的在生活 他只有入房被切除 但是他的氣色 可能這個人 義工善事做得多 看起來紅光滿面 根本不像是有得過這樣重症的人 所以可以像林老師 他們這樣皈依三寶的人也許不少 但是如果能誠心誠意 發出堅定的信心 在佛門奉獻弘揚佛法 幫別人化解灾結困難 或者願意講佛法給別人聽 這樣的人就是不多 所以有機會接觸佛法 一定要緊抓這個機會 好好地用心地來學佛修行 第三若發盛惠 若發盛惠就是說 你接觸佛法可以顯發殊勝的真實智慧 世間智出世間智出世間上上智 第四若爭威光廣大堅固 你會得到大眾的恭敬信任相貌 也會讓人覺得望耳生敬性 甚至將來你感得你的抱身會高大 健康 第五若得善夢 常夢時事 常常得到美夢 不會常常做噩夢 而且你會常常夢到真實的事情 也就是快要發生的急修禍佛 你可以在夢境裡提前遇知 在座很多都有經驗 在座很多我看很多熟面孔 你們都已經是佛弟子了 這種經驗你都非常多 一個歐童修 他是一位食心向佛的行者 他太太第一胎即將臨盆的時候 下體一直流出像棉絮 像爛豆腐一樣的會晤 而且太太不知道是不是產前憂鬱症 一般有產後憂鬱症 產前也有 他一直覺得我生這一胎就死了 我就走了 然後那個歐童修就安慰他 說我們這麼用心的來學佛 拜佛 往往為了弘法 竭盡所能 我們一定沒事情 那太太說 我娘家在鄉下已經去問雞童 說生第一胎一定有學崩 而且會死掉 就直接這樣跟她講 所以她太太很害怕 那個歐師兄不相信 但是她突然做夢 夢到她太太生產的時候 留她自己端一個臉盆 裡面裝的是她太太流的血 用目測大概兩千CC 我們人體的總血量是六千CC 你如果真的留兩千CC 乃至只有一千五百CC 這個人就開始有生命危險 她醒來就想說太太講的 她的預感是真的 好像這次真的會有雪光 然後呢 這個在夢裡 她還沒醒的時候 既然我能夢到這個夢 一定是佛菩薩給我慈悲 來給我警示 那我在夢裡她就起正念 那我請示菩薩我怎麼過這一關呢 我幫我太太過這一關 她真的聽到一個聲音跟她講 你勸你太太去注印佛經 去送給那些需要的人 要讀佛經的人 她醒來照做 她去印了佛經去跟人節約 生產的時候 不但沒有雪崩 連產後啊 子宮精卵都不大有感覺 一人一直變得很好睡 隔壁床的一個林太太問她 你是用哪一種消炎止痛劑啊 你怎麼都不會痛的樣子啊 我痛到一直抿著這個嘴唇 我的嘴唇也腫 我下體也腫 你到底是吃什麼止痛藥 這是佛法止痛藥 妙不可言 第六 若於念誦 倍增歡喜 也就是說 你越修佛法 人會變得更有正信 精神越來越好 做善事越來越有歡喜心 而且可以一直修行 道業增長 所以有的人他修佛法修不動 你可以嘗試修持秘法看看 為什麼呢 因為秘法裡面有很多的方便法 有很多的秘咒 它有不可思議的功德力 我以下就會講到 第七啊 叫若少疲乏 若少疲乏就是說 你很少遇到自己身心疲乏 脱魔時間的麻煩事啊 縱使遭遇 也能以佛法來化解平安 我們有一位周先生住彰化田中 他女兒讀高三 最近突然晚上十二點鐘啊 開始就把自己家門打開 衝到山上去 高三的學生 出去啊 就是磚树叢 所以這周先生周太太 根本抓不到她的女兒 也不知道她去哪裡 到了凌晨五點 滿頭树枝全身都是泥巴 這樣回來 問她話也不回答 眼睛翻白 已經半年多 全家未慈啊 非常的疲乏 非常的著急 想說這到底像什麼病 像精神病 也不像 然後呢 她把這個事情 跟道場的蔡居士講 這個蔡居士啊 就到田中去關心她 蔡居士到周先生家 這周先生家 家可以拍電影 她那個大門 樓梯口 垃圾貼符咒 然後她問她說這怎麼回事啊 她說我為了我女兒已經花好幾十萬了 她到現在都沒好 蔡居士跟她說啊 你女兒在哪 我想跟她見面 關心她一下 周先生說她從這個樓梯直直走上去 正對樓梯那一間 你走上去 她如果抓你 咬你 要跟你拼命 請你立刻下來 不要受傷 因為她女兒會翻臉 好像發狂一樣 這個蔡居士 上樓之前 在樓梯口 就對著樓梯上方 就合掌 念律杜姆心咒 就念三次 然後她心裡就起起 律杜姆加持保佑 我今天來關懷周先生的女兒的病情 希望她能得到解脫病苦 哦 結果她一上樓 快要上樓梯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開門了 頭低低的 跪下來 跟她說 對不起 蔡老師 一見面 就知道你姓什麼 又知道你的職業 那就是無形鬼神在講話 哦 這個蔡老師 就跟她說 這女學生在聯考 你赴她生 你知道這是造業嗎 她說我知道 她說 她說你既然知道為什麼這麼做呢 她說 我已經幾千年沒有當人了 很想再當人一次 這個女孩子跟我過去有一點恩怨 她去山上摘龍眼的時候 踩到一根樹枝 啪一聲 嚇一跳 這個窍門打開 我趁機鑽進去赴她的身 所以我們平常都叫人 你不要去嚇人 喊她 對不對 你被嚇的時候啊 人在幾個時候啊 窍門會打開的 一打開你被鬼神入侵都不知道 好 這個蔡老師跟她說呢 你想要當人 可以積功累得 就可以得到人的身體啊 你要修啊 你何必這麼做 你這麼做造業 離當人越來越遠 你離開她好嗎 我請她父母親 做功德 回向給你 請你離開可以嗎 她就說可以 她說那請你現在離開可以嗎 她點頭點兩下 恢復正常啊 就跟她說 你病啊 病了好久了 現在比較好 你父母在樓下 你趕快下去看她們 由於 律度母 密法地為神加持 這個周先生 解脱了一件 非常 令人脱模疲乏的事情 所以佛法所說的 真實不虚 第八 身相吩咐 就是你的 你修佛法乃至是無上密法 身體啊 還有你的名聲 會芬芳 受人肯定 受人推崇 有些人啊 常常為人寄關係感到苦恼 或者是惡名留步 你可以 用心修持佛法 你會得到不可思議的效應 第九 樂修功德 也就是人 其實不能洗舍不失 或者不願意去行善 花時間 花心力真誠地去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是由於自己的私心 私性比較重 比較淺灘的緣故 修持佛法會打開自己的心 你那淺灘凝固的心 會慢慢消融 那 所以 這有什麼好處呢 當你樂於去犧牲奉獻 去幫助別人的時候 你就變成一個福德極為充滿之人 你的生命狀態正在快速地 往好的方向改變了 所以能夠把自己的心 像正法 像善道 它是如此的不可或缺 很多人就算是學佛了 也學得不精進 也不願意多花一點時間精神 來聽佛法 或者也不願意在家裡做功課 平常也不願意幫助別人 就是說我有參加就好了 那當然效果就不佳 所以這也是相當重要 第十 叫做敬重本尊 也就是你樂修佛法 對佛菩薩的信心 還有恭敬心 會與日俱爭 本尊在佛教密中 叫做佛菩薩 佛或者是菩薩都稱本尊 我認識一位高先生 他是陸古香人 後來娶太太了以後 搬到台中大里 進巴黎大樓 這個高先生很虔誠 每一次只要是有共修 誦經 配有三個兒子 他前面 坐一個 背上背一個 後座在坐他家老大 然後穿雨衣這樣也過來 讓人很感動 實在有一點危險 我都勸他 你最好叫人家載你搭便車 有時候來不及 供修結束他回去 還要抱兩三箱的扇書 放在他的腳踏板那邊 他要回去送人 讓人都看在眼裡 都覺得 你一定會得到佛菩薩的加持 讓他經濟比較拮据 他還沒有接近佛法的時候 在大里的金巴黎大樓 他的小孩是出名的 出名的時候 哭鬧 他半夜哭鬧 因為那大樓隔音 樓上樓下樓聽得到啊 他家就會多很多的水晶 風水百建出來 為什麼 鄰居就會好心 這個水晶獸給你 這個七星劍給你 這個什麼牌子借你掛 你們家那小孩 叫得很大聲 叫得很大聲 這怎樣 是沒看醫生 就一直來關心他 他說沒有 就是愛哭鬧 後來學佛以後 這個狀況就改善了 然後我說 你擺那個水晶 擺那些風水百建 那只是輔助調整 人家真正是有餘 他們家有導房祖先 也就是他們家的父子輩的祖先 沒有結婚就往生了 所以他們家大合照的時候 常常拍出一堆靈異相片 我那裡他給我好多張 那個看了真的是 這個產核絕對是不能播出來的 他們全家福都會多好多人出來 都透明的 他說你們拜佛吧 他說拜佛 好啊 他說我想要在家裡設佛堂 但是我沒有錢 我說我幫你募款 我就去幫他募款 募了五尊佛像送給他 讓他供在家裡 中尊是釋迦牟尼佛 他也供觀世音菩薩 地藏王菩薩 供了五尊 九二一大地震 民國八十八年 前一個月高先生 晚上起來上廁所 他們家有一間和室的療房 和室的房間 就是榻榻米那種 他經過那個房間去上廁所 回來的時候看到觀世音菩薩 她 左手拿淨瓶 右手拿洋枝 沾淨瓶水 再灑那個和室房間 這樣灑 我看到他馬上合掌 他心裡講 我發了 我看到觀世音菩薩 我要發財了 這樣 後來他發生 比發財還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九二一大地震 當天 他家住七樓 其他房間都毀損了 只有觀世音菩薩 加持的那間和室 牆壁是站著的 他們就是因為這樣 保住一條命 還有一面牆沒有倒 就是他供那五尊佛像 背後那面牆沒有倒 他們全家 沒有一個人受傷 而且 那個牆壁裂開 他可以看到隔壁鄰居 已經掉下去了 從七樓掉下去了 那都沒有辦法生還了 自己家的地板裂開 可以從七樓看到一樓 你看這麼嚴重 在這種狀況下 可能是佛不是要保佑他 他很鎮定 他竟然拿照相機的閃光燈 在夜晚在那邊閃 跟收救人員求救 結果全家因此獲救 獲救的時候 他太太覺得很可怕 順手從佛桌上 把觀世音菩薩 比較小的尊請下來了 我們密宗的佛像 底部都裝帳 裝了很多的法寶 聖物 設立子 還裝一些中藥 睡香香的 他把它請下來 那時候大家沒有地方睡 就睡在附近國小的帳篷裡面 旁邊有很多的大體 都有濕臭 那太太眼睛都張不開 因為濕臭熏的 他就靠著那尊佛像的 莊藏的香味 度過那一段難哀的生活 所以他就覺得很感念佛菩薩的保佑 覺得沒有餘症的時候 他就上樓 那是他後來講的 他上樓要把其他的佛像搬下來 以後他搬家要繼續拜 他說他在搬到最後一尊釋迦摩尼佛的時候 這樣一搬那個牆壁是硬身而倒 非常地牽扯 由於全家歸近三寶 常行善事 經過大劫難 竟然無一傷亡 所以 如果有緣 能夠歸一佛門 不要只認為是參加了一個宗教儀式 你要想他跟你的生命 跟你解脫生死輪迴 是息息相關 你必須仰仗這一艘周法 邁向解脫的彼岸 你要重視這個事情 在冠頂經講 歸一三寶有三十六位的護法善神守護 可以免去邪惡諸事 佛陀也開示過 歸一三寶可以退一切的魔君 我聽說 今天有一位仁瑞老菩薩 一百零二歲 一百零二歲 來歸一三寶 正是在此向你致意啊 一百零二歲都要上求佛道 年輕小伙子怎麼樣啊 你更是要認真精進啊 你看這一百零二歲 佛院結得也不晚 什麼時候歸一三寶 什麼時候就得到加持忽悠 過去佛住世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叫社衛國 有一個長者很富有 兩個女兒 一個女兒修行得到阿羅漢國 另外一個女兒有邪見 說什麼她都不歸一 她也不學佛 這個父親呢很是掛心 想了很多的方法 我就是要度我這個女兒 他就跟他女兒講 你歸佛我給你一千金幣 歸法再一千金幣 歸一生再一千金幣 你如果受五戒 我就再給你五千金幣 也就是你有三歸一 受五戒我給你八千金幣 這個世間很少人對財跟色不動心的 那女兒不例外答應了很高興 但是她是以貪財的動機歸一的 但是呢 不久啊 這個長者女啊 命中竟然升到天道 還因為受過三歸五戒 賺了她老爸八千金幣 竟然能在天界聽到佛陀開示佛法 所以啊 可見 這個歸一的功德很大 如果 有一個人啊 他問歸一的功德到底有多大呢 就是在經典有譬喻 一個國家發現一個寶藏 那國王請全國之力 大家去搬那些金銀財寶 老百姓去搬 搬七天 搬這麼多 他比不上歸一的功德 所以今天你受持歸一的人 希望你要珍惜 你不能看到 這肉眼看不見摸不著 但是卻充滿了殊勝的意義價值的 功德法財 你不能在人生當中錯過輕忽他 希望大家有陰重心來看待這件事情 立即訂閱觀音山龍德上師YouTube 開啟小鈴鐺 就能收到最新龍德上師 顯密佛法開示 與直播課程通知 來自我方定日 面部登記 來自我方定日 我們下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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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 你很難看